刚才大师有提过 因果就是真理 但是我们也知道 在中国人的社会里 我们常常会讲说 哎哟 有因果报应 所以我们认为说 不能做坏事 做坏事会有不好的报应 不过呢 也有些人认为说 我才不相信呢 根本就没有因果报应 他自己如果遇到 不平不如意的事情 他就会怪说 没有因果报应 那现在我们请大师给我们开始 这个世间真的有因果报应吗 你可以不要相信佛菩萨 但是你不能不相信因果 圣奥到头总有报 只诊来造与来词 造了影必定有果 这个绝对不会欺人的 所以身有身报 恶有恶不 不是不报啊 实诚未到 这个因果 它是很平等的 什么因 造干什么果 众得得得 众瓜得瓜呀 它不会错乱的 现在的作物啊 有很多的机制 把这个种子或那个种子 结合一起变种的 你看现在也变种的苹果了 芒果了 香蕉了 你尽管有病种 像现在有什么 人造 这个牛羊啊 这个 种子时 它因果一律 不是没有关系 你们刚为 生活在这个世间上 会有人欺负你 甚至犯人都会冤枉你 你认为 好人没有好报 不要怨 因果不会欺负人的 有一个将军 被害了以后 他身上也留了五个字 非礼法全体 大家不知道什么意思 后来有人码研究出来 非就是非不对呀 非当然不能生过道理啦 我有礼呀 礼不能生过法啊 你到法院里面去 你讲多少道理 反过说 我知道你有道理 不合法啊 所以这个法就胜利 反而不能生过权啊 有权力的人 他可以改变法力啊 你说世界上很多的人 就是政治家 坏人 这个奥利的性格 他可以改变法力啊 好了 到最后 法力不能生过田啊 就是田就不能生过英国啊 英国是世界 最后的胜利者 那现在就影响一个问题 假如这个影国 必定有报应的话 那我们一生 说做的多少事情 将来都要受报啊 那我这个修行的功德何处 什么时候才有报上呢 天台中啊 有一个道理 就是我们本心 里面的这个圣恶宗旨 有性气和性距离不同 就是都主要这个恶室 应该有报应的 不过我以为是做功德 做好事 做得很懂 就好像我的一块田地 我不动的死肥 我不动的这个 保护我的荷苗 让我的这个下面的这个栽草啊 不能生长 虽然在下面有 它也不能影响我的功德的荷苗了 像释迦牟尼夫 你说释迦牟尼夫 过去所做的毅力 整理全部都请进了 都受了报吗 我想不惊人 可能他的报一报啊 只是性具有 因为有作用了 等于这个地下的小巢啊 因为这个功德何处 长得那么高大 它在下面 没有作用 所以我们一个人 终于做的一些恶事啦 难以请进了 不要这个挂悦 只要你的功德 成长的这个假说 牧生 你就不撤离过去的那个 有一些不正当的毅力 来造你麻烦 就不会了 事件上 有所谓 将功之罪嘛 假如是 我们拿一把烟 放到这个茶笔里面 你来喝 哎呀 闲得不得了啊 把这一把烟放到水港里面 你来喝 可能就不是那么险了 可能就不是那么险了 重有重的毅力 不过有大愿海水的功德 所以一些这个 贤的罪业 不会有作用的 这个就现在我们偶尔在报纸上看到 有说在木木人的坟墓里面 发现古墓里面一个种子 几千年轻的 哎 现在有了阳光空气水分图呢 哎 他又能开花成长 好